哈?錢被人凍結了? 趕著買樓的,怎麼辦? 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時 資金被凍結,令到血管無歸? V家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什麼問題?100%由V家賠給你 全港18間分店,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置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有資格,就有多數值格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說過士多年華 我賣了很多的樓盤 過完年後,他們收回了少少特價 說真的,現在這個樓價七千兩八千元一方 就算他給你少少特價,總價便宜一萬幾千 又不是波動太大 所以,今個月我叫阿光 精選一些價錢相對十位,又或者景觀好一點的樓層 讓我們篩選 我現在把屏幕放了單位表出來 大家可以CAP 說一說現在賣貨的什麼特點 我們先看到 11栋704和11栋3203 這兩個單位的樓盤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97方那隻 藍不對樓的樓盤 住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704的特點就是 單價低 首期低 月供便宜一點點 不過,前面有個省區管委會 管委會都五層樓高的 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買了七樓 景觀就不算十分開揚 盛載就是五層樓盤 總價低 如果大家是要做一次性的話 一次性扶寬不借錢的話 他的價錢確實便宜一點 但如果你說我要景觀好一點 那3203是頗不錯的 因為11栋的話,他縮了入面一點點 主降度的噪音對他來說的影響相對會小一點 也是一個藍不通對樓戶營住起來是舒服的 如果按揭的話,首期是16萬8 月供30年就2800一個月左右的月供 因為最近又減了息 這個11栋的話,藍不通對樓戶營是舒服的 另外,他又選了兩個10栋 10栋這個,他的價錢其實都差不多 但10栋有一個不太好地方的噪音 就比較滋擾比較厲害 但是10栋這個03戶營 我們看回我特價單位表 10栋有兩個2403和10栋的1703 他們的景觀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他那邊是完全沒有東西遮擋他 所以去看九龍湖公園和遠處那些頂湖山山脈 非常漂亮 唯一的缺點就是他的噪音比較厲害 可能如果你頂不上那些噪音的話 你選擇11栋好一點 但是你說我沒所謂的 我習慣了 而且平時關一關窗 其實那些噪音都不會太十分厲害 所以你如果10栋的話,景觀漂亮的 其實他的首期都是十六萬到十六萬一左右 月供都是兩千多元 對了,最盡我看到的十七樓 因為他們中間流程最貴的 十七零三就兩千九個月供三十年 那二十四樓的通常有個四字都便宜一點 二十四樓的話就月供兩千八 相差一百元左右 十六樓,景觀是漂亮的 都可以選擇一下 亦都是一個明星護形 就是藍不通對流護形 好,那接著再說說 如果想安靜一點 還要看出去景觀開陽 看上延遲的話 阿光選了兩個 十二樓的2501 我覺得2501確實非常不錯 號碼不錯,樓層不錯 景觀看出去一望無際的山景 因為它看穿了一個泳池 再看上去前面 前面那裡沒有高樓大廈 藍天白雲是挺舒服的 那這個2501的話是值得推薦的 十二樓的2501 另外,你不介意四樓 那望泳池景401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四樓才能單價六千九百多元 按揭價的話 那再說說 二樓就是最早期賣的那些 真是貨尾到不能再貨尾了 有一個六樓的 六樓的話 它三房一次 那這個總價真是便宜 按揭都是61萬多 一次性付款是差不多的 再便宜一點點 可能是一萬多千 那真的拿十二萬首期出來就OK了 然後再月供有2200多 對了,這個 還有一個高樓層少少的貨尾就是16樓02 那這個呢 總價都是給剛剛六樓的貴幾千元 所以我覺得就不如買高一點吧 那這個戶型呢 就一個廁所 看出去都是開陽的 但是呢 它價錢便宜的原因就是呢 它的有少許草陰 還有它的轉角露台位呢 是有少許向西邊的 那下午就會曬一點點 那不行 不過是西南 就不會說不是那種正西那種 曬得太厲害的 所以都住起來都舒服的 反正這個屋苑 它已經是現樓狀態的 你上去可以感受一下 喜歡哪間就選哪間 你現在的樓層很零星的了 很散的了 已經因為 都壞了很久的時間 這個樓盤 相信很多香港人很熟悉這個樓盤 生活便利 去高鐵近 出去就是巴士 斜對面就是街市 走十分鐘左右就去回舊區 接著一公里範圍裡面 有燕陽湖有醫院 生活配套很齊全 價錢也很十位 六十多 七十萬 買個現樓單位 還要是時代 非常高品質的樓盤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撥打電話 979-44382 979-44382 我可以給你們一個小區平面圖 再說一說 如果這些樓層不適合你 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其他課 幫大家選擇好樓 幫大家買個安心的家 好 今集節目差不多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